马斗福音第八章 耶稣从山上下来,有许多群众跟随他。 看,有一个赖病人前来叩拜耶稣说, 主,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 耶稣就伸手抚摸他说, 我愿意,你洁净了吧。 他的赖病立刻就洁净了。 耶稣对他说, 小心,不要对任何人说, 但去叫司机检验你, 献上眉色所规定的礼物, 给他们当作证据。 耶稣进了阁法屋, 有一位百夫长来到他跟前, 求他说, 主,我的仆人瘫痪了, 躺在家里,疼痛得很厉害。 耶稣对他说, 我去治好他。 百夫长答说, 主,我不堪当你到设下来,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好的。 因为我虽是属人权下的人, 但是我也有士兵属我权下。 我对这个说, 你去,他就去。 对另一个说, 你来,他就来。 耶稣听了非常诧异, 就对跟随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以色列, 我从未遇见过一个人 有这样大的信心。 我给你们说, 将有许多人从东方和西方来, 同亚巴郎, 伊萨格和雅各伯 在天国里一起作息。 本国的子民, 反要被驱逐到外边黑暗里, 那里要有哀嚎和怯耻。 耶稣遂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 就照你所信的, 给你成就吧。 仆人就在那时刻痊愈了。 耶稣来到伯多禄家里, 看见伯多禄的岳母 躺着发烧, 就摸了他的手, 热症就从他身上退了, 他便起来伺候他。 到了晚上, 人们给他送来了 许多附魔的人, 他一句话就驱逐了恶神, 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样, 就应验了那借 伊萨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他承受我们的脆弱, 丹含了我们的疾病。 耶稣看见许多群众围着自己, 就吩咐往对岸去。 有一位经师前来, 对他说, 师父, 你不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随你。 耶稣给他说, 狐狸有穴, 天上的飞鸟有巢, 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门徒中有一个对他说, 主, 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对他说, 你跟随我, 你跟随我吧, 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耶稣上了船, 他的门徒跟随着他。 忽然海里起了大震荡, 以致那船为浪所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他们遂前来唤醒他说, 主, 救命啊, 我们要丧亡了。 耶稣对他们说, 小信德的人啊, 你们为什么胆怯? 就起来斥责风和海, 遂大为平静。 那些人惊讶说,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耶稣来到对岸迦达腊人的地方, 有两个附魔的人从坟墓里走出, 向他走来。 他们异常凶猛, 以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他们喊说, 天主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期还没有到, 你就来这里苦害我们吗? 离他们很远, 有一大群猪正在沐放。 魔鬼恳求耶稣说, 你若驱逐我们, 就赶我们进入猪群吧。 耶稣对他们说, 去吧。 魔鬼就出来进入猪内, 忽然全群猪从山崖上直出入海, 死在水里。 放猪的便逃走, 来到城里, 把这一切和附魔人的事都报告了。 全城的人就出来会见耶稣, 一见了他, 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这个Х阶准备是 Почему? 对吗? 如果明白了,